基於 Bigint的類別設計 那我們就 在這個類別設計裡面包含了 自圓陣列、進位的數值 以及初始化的成員函數 印出數值的成員函數 還有加法的成員函數 那在這樣的設計概念底下 我們可以把對應的 主程式的運作給 撰寫出來 那主程式的部分是這樣 就是寫個int main 那在主程式底下呢 我們先宣告說 我有 Bigint 的這個類別 的變數分別是 A跟B 兩個變數 所以Bigint是我們剛剛 在這裡設計的 這個新的自訂類別 那A跟B呢我們可以說它是 變數也可以說它是物件 那接下來呢我們 會去呼叫說 A 點 讓他去做初始化 那假設初始化的這一個 函數呢我們給他名字叫 INIT好了 INIT 所以我們應該是寫成 A點 INIT Initial的意思 初始化 那在初始化這個地方呢 我們傳進來的數值是 1234 這樣就是把1234這個整數的數值 設定給 A這個 大數 然後對B的部分呢 也是同樣 呼叫INIT這個函數 然後設定成 5678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A跟B這兩個數字相加 用A 點去呼叫 這個相加的這個add的成員函數 把A呢加上另外一個 BigInt B 這樣我們就會把 A跟B相加的結果 回存到A裡頭 然後之後呢再透過 A點print 就可以印出計算結果 然後到這個地方 組成式 就寫完了 兩個 大數相加的計算 那這整個計算呢 就是基於我們自己設計的這個 BigInt的新的類別 開發 來 雷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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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